大家好,我是欣慧 非常对不起这几天的舆论 再用了公共资源 这几天我用了一些时间 反省我的行为 以下是我的道歉和澄清 对于两位实名举报者 黄康家和戴行仪 我和他们的确是初中同伴同学 对于康家,我先向你道歉 以前曾经出口称你为埃及法老 但是这个外号不是我取的 我对于我取消同学这个举动 感到十分抱歉 事到如今,我明白我的道歉 无法改变对他曾经的伤害 但我会将这份内疚以及愧疚 铭记于心,然后反省 对于康家指称 厕所围堵,一脉会破水 这些说法,我需要澄清 这些事情从未发生过 很遗憾出现这种无中生有的指控 接下来是心仪的留言 发生口角是事实 我也向他道个歉 但倒水丢同学水瓶进垃圾桶 带领全班针对,厕所围堵等 都不是事实 我和心仪和康家本来是好朋友 我们也有多个朋友群 但是后来因为我在下课的时候 跟隔壁班的一信多聊了几句 就从四人群组被排挤出去 为了解决问题,我曾经向他们道过歉 但最终还是受到排挤 我取消同学外号,这是不变的事实 但他们也曾经以同样的外号叫我矮婆 这种外号,取消和排挤也是事实 此外,对于报导说我80的人数高达30至80位 这些也是不实 我承认我年少的时候的确叛逆 脾气很冲,也很没有礼貌 但是我会反省 我也在今天付出了代价 对于这些人数,我得为自己发声 30到80位,我真的做不到 用理性思考是不成立的 在这次的指控中,有谣言说 学校无视我的行为 我想对母校说一声对不起 我也想再次澄清 学校并没有纵容我 由于长期的仪容不整 迟到,还有忘记刷卡补钱等 还有跟朋友吵架 学校都有采取行动 校有校规 母校的公平公正 不会因为我一个人而有所改变 我更因为被寄过 而找到学校开除 这是事实 曾经是陪逢学生 我非常光荣 在此也感谢老师的教会 对于匿名章号的种种指责 我强调这一切从未发生 我们数未磨面 但他们选择在这个结果眼上 造谣我 我不明白 不管我是否是公众人物 对于曾经犯过的错 我不会逃避 年幼时候的举动确实不妥 我对我曾经犯过的错 一一道歉 并且我会自我反省 此时此刻 我想写下和说明一下我的感受 我想告诉大家 我在选择选美这条路 并且获得冠军的时候 我就已经充分理解 我的未来跟现在会有很大的不同 我的任何举动都会被放大 甚至是面对各种谣言 我都必须接受 并且我需要尝试 自我反省 自我增长 请大家原谅我 并且继续支持我 我实在是非常对不起 给大家塑造了这个 非常不好的形象 感谢观看 对不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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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